在长春,同样有一家因兄弟情义而诞生的特色饭店,情义堂,望鸣而知其义。 哥几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疯狂吃货,依他们喜好研究出的特色菜别具风味。 在于海不挨边的长春,他们有自己吃海鲜的绝活,麻辣鲍鱼就是他们的杰作。 因为我一直就是做餐饮行业的,我本身就是个厨师,我就比较喜欢吃海鲜。 在长春吃这么多年,也没吃到比自己比较喜欢的口味。 原来我就自己也喜欢尝试去做一些麻辣海鲜,但是自己颜色出一些料呢,感觉吃着还可以,所以一直想吃海鲜的时候就是自己做。 鲍鱼来自大连,鲍鱼收拾干净,壳刷尽别扔掉。 鲍鱼切花刀,锅里放入底油,加葱姜蒜翻炒后,加入自制的老汤。 放入麻辣,辣椒等配成麻辣口味的汤汁。 把收拾好的鲍鱼和洗净的壳一同下入汤汁中。 根据喜好,还可夹入青菜做点缀。 熟后大火收汁几成。 上桌时,鲍鱼放入壳内,给青菜淋入汤汁。 这样做出来的鲍鱼,口味浓郁,又不失鲍鱼的鲜美。 非常适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。 西纸甲鱼也是他们研究成果。 随着生活的进步,甲鱼已不是啥稀罕物,而是甲鱼营养丰富,适合滋补。 我们首先,甲鱼必须选活的, 选活的,活的甲鱼吧,肉质鲜美。 但是这甲鱼我们厨师亲自宰上,有专门宰上甲鱼的厨师。 甲鱼的血和胆我们不建议不合适, 因为血和胆毕竟是生的东西,它里面还有什么菌营波道。 甲鱼的尾巴也必须去掉,甲鱼的尾巴就是这样,非常小一个小尾巴。 这个甲鱼的尾巴不去掉,你做出甲鱼的味道永远都受影响。 有一种类似于腥草味,但不是这么严重的味道, 甲鱼永远做不好,把这个去掉清理好,甲鱼的指甲都不得去掉。 收拾甲鱼,那可是技术活,要把甲鱼的肉全部剔出切成小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謝謝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感谢观看! 西纸甲鱼做出来成功与否 取决于两个关键步骤 第一个关键就是研制料的